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一次打算把 LL 的龟仙人 拿来打破坏神机械的关卡 第五宇宙的破坏神 阿拉克 既然他是自首的嘛 都是被克首的 所以以龟仙人强大的能力 摆在这个位置应该会蛮爽的 又有中确率的回避能力 防御力又够高 本身还有朴助 还有复活 怎么想都非常的适合摆在这边 所以我就组了这个队伍啦 虽然说是讲以利双人做队长 但是主角是龟仙人就是了 可是我觉得伤害应该还是要靠 利双人好友来打 然后让龟仙人跟克林组在一起 两个都是龟仙流 然后悟空也是龟仙流 这样就满足了他复活的条件 跟开主动机的条件啦 有吗 龟仙流有 悟空 只要是悟空好像基本上都是有龟仙流的 主动机的话 哦 身边有龟仙流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队伍内自身以外龟仙流类别的 魔方有两体以上就可以复活啦 OK 这样的话就满足复活条件 主动机的条件也有了 那么就把它给拿来这边玩一下 Let's go OK Nice 龟仙人直接是跟克林在一起 看看一下我们的厨师防御率是多少 好吗 13万 13万 嗯 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样子的扛法好了 直接能把超必杀给开起来 克林的话 只要可以开到必杀就可以叠攻防 稍微稍微检查一下 太久没有用克林了 攻击无限上升 攻防无限上升 OK 这边的话再加上一个Wish 安全啦 Let's go 来 懂 OK 你不要这样会闪 Len先生 我希望你先被打个气架先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随时开出东西了 200万的伤害 够足够 可是中必杀的话 44%的减伤 完全足够啦 稍微降了一点攻击力 没大死 克林的攻击力也是直接破200万 还不错还不错 而且可以不断的提升啊 哎呀 连击子连到了这个普攻 稍微可惜了 好 最后的超飞 什么 蓝飞 2.8 再来 哦 nice 3.8 哦 送啦 这一下反击 OK 有 伤害追星导 就直接这个白法就好了 看能不能开到超必杀 哎 有 这边的话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抗得啦 完全没关系 哎 感觉这个 哎 蛮死有力耶 哈哈 直接破百万了 不愧是 哎 这个好久是开两路吧 没踩行没踩行 感受一下龟仙人 哦 龟仙人真的是太棒了 我真的很喜欢 哎呀 专打这个最软的 也是偏麻烦 如果这只被降攻的话是不亏啦 反正它本身是防御荡荡 以及土著加防 嗯 OK 算是轻松过 嗯 这一点的话 哎 当然是克林去扛了 防御力最高 应该是没什么开道具的必要吧 哎 三十三万的血量 除非中必杀技 要不然的话其实还蛮安全的 嗯 嗯 今天就是武田老师在前面扛 好像会比较有效 啊 弄到反了 应该要让武田老师在前面扛了 哎 这边的话就 就就就 Viz 开下去好了 Let's go 原本是没想开这个Viz 可是思考了一下感觉不开Viz 好像有点危险 前战 哎 连击连不出来 我 的 二十万的防御力 嗯 好像有点抗霧之后 呀 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哦 鬼仙人 杀死该 直接 直接变得不管了 直接变得不管了 哦 这个画面真的是最近看得特别多了 可是还是看不腻 非常的爽 哈哈 OK 完全没有必杀技了 那么就Begito你上去狠狠地宰他们一顿 Let's go OK 灰心一只 虽然说主力还是在于这个超倍这边 因为攻击力真的是他最猛的 没办法 哦 2.8 虽然说不是彩星 但是也是很 可以开到运路的这个利潮杯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了 能开两路以上的他们就是绝对的天花板 哈哈 哇 523万 这个踢下去真的是很爽 踢爆对方 再来 OK 轻松轻松 这一只也太好打了 跟Begito Sama坚持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那个差别 Begito Sama超难打的 我打到现在都还没过 痛苦 OK 差下爆了 最后的17号本身带有40%的减伤 再加上Wiss的40% 安全无忧 明明同样是这么个打法 可是Begito Sama这样难打 我到现在还打不过耶 必杀技开在前段的话 嗯 复活还没启动 复活还没启动 复活 还是要这样子摆咧 克林可以无限叠攻啊 就让乌克林伤好了 找Begito Sama 有 最后马 好像开不到Begito Sama 哎 有 虽然说主角是要放在龟旋门啊 可是 它的防御力在这边好像有点缺了一些啊 权杖 还联机吗 没有 那吧吧 这个被一个避杀发起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 和十万的防御力 克林在这边其实也是蛮好用的 只要对应属性的话 它绝对是安全啊 哎好像蛮可惜耶 没办法看到这个 龟旋门的 主动机 嗯 这样子好了 这个的话应该是有十出万的血量 OK OK 稍微吃一点猪就把血量给抚回来好了 剩下的就直接 哎 这边直接打过去啦 应该是可以这样轻松的打完吧 518万的伤害 简直就是高到爆炸 应该是连接方面会比较相似比较好 咚 OK 哎 百万 再来 哎 老实说这个对我也太轻松了吧 哈哈 龟旋门完全发挥不到 哪里 哦 哎 好轻松 真的是轻松 其中里面两张L奥都是免费卡 第五周的破坏神 哎 老实说可以明确的感觉到他们两方的跟比较三马的差距 哦 好轻松哦 把龟旋跟克林摆进去 超好玩的 哈哈 而且太能扛了太能扛了 好爽 比前一次打还要安全 OKOK 好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 またね